黑暗的拍卖场里,玩得开心吗? 如果你没来的话,会更好玩。 本王猜到你会来,特意来等你的,你难道不敢动吗? 老子不敢动。 本王的奖励呢? 什么奖励? 是本王让情言下注的,难道不该有本王的一部分奖励吗? 他一边说,一边已经身上往他怀里掏了。 你干什么? 莫无名没干什么,就只是把他之前揣进怀里的银票掏了出来,并且得意地扬了扬眉。 幼稚。 昏暗之中,隐约能看到他那蓝色的头眸,泛着寒光。 少主,您怎么来了? 冥王就在这里,要是发现了怎么办啊? 他不是发现本少才来黑市的。 提及那个人,两个中年男人神色警惕。 那,那是因为什么? 本少刚才离开的时候遇到苏九了,本想勾引一下,没想到那小子不上当。 勾引? 两个中年男人的脸色骤然一变。 啊,少主,北部现在乱成一团,只要跟您相关的部落都遭到了牵连,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招惹苏九呢? 您动这个心思,您让我们如何跟老尊主交代啊? 哼,我银花饭对男人动心思。 你们俩老糊涂了吧? 骄傲,自信,还有一丝不屑。 啊,少主所言极是,以您的容貌,什么样的美人找不到啊? 区区一个男人,算什么呀? 只要等到这次风声过去,咱们再去杀回北部,把地盘抢回来,到时候美人什么都有了。 以本少看,明王和苏九之间有阴谋,或者是交易。 明王有秘密? 您发现什么了? 两个中年男人正的正神色,一脸等待倾听大秘密的模样。 确实,两人就见自家少爷眯起那双蓝色的眼睛,勾唇冷笑。 从来没有人能无视本少爷这张英俊潇洒的脸,他居然看都不看。 还伸手我本上要钱,还是双倍的,他还是人吗? 两个中年男人转过身子,自闭了。 对面包奸,本王腿上应该会比椅子舒服。 我可以去拍卖东西吗? 你要拍卖什么? 我听说丹药挺值钱的,要不卖点丹药吧。 你缺钱? 也不是,就是丹药多了,有点占位置。 魔物鸣微微点头,朝着赤色悬石凝了个通音符,让徐冠过来。 苏九侧毛,逆着他腰间的赤色悬石,收支扶着嘴角挺漫不经心的。 你这赤色悬石是从哪儿弄来的? 从北江城主府那的,苏九嗷了声,面无表情地坐着身子,一股冷风呼啸而过。 在苏九提到赤色悬石的时候,齐少他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上官若清。 虽然当时冥王否定了悬石的来处,可他现在一句北江城主府,又把自己给跳坑进去了。 并没有察觉到异样的莫无名,就着悬石的问题呢,继续道。 你想有多少悬石? 有多少? 你祖宗以后肯定会有很多人,暂时先给你盯一百个,如何? 苏九没说话,莫名烦躁起来。 欠他不语,莫名疑惑地嗡了一声。 这一声叫齐少他们捏了一把冷汗。 冥王大人,您贪上大事了。 果然,苏九不耐烦地皱眉,声音又冷又刺的。 我跟北江城主府又没交情,你用私教帮我,这样不好吧?毕竟我跟你也不熟。 跟他不熟? 你说。 如果你非要送的话,那我就多谢王爷慷慨曾玄师了。 他也不看目无名,双手抓住椅子扶手,往旁边移了两步。 不爽归不爽,该占的便宜不能少。 抠抠的敲门声,打破了房间里的冰点。 王爷,习惯来了。 他要拍卖丹药。 不知这位爷,要拍卖几品的丹药啊。 苏九面无表情,眉宇间的冷意不比目无名少。 也没说话,直接拿出十片丹药,丢在旁边的桌案上。 这气氛,古怪得很。 这些,都是要拍卖的吗? 苏九摁了声,冷漠的视线,落在拍卖台上。 那我先拿去鉴定一下丹药的品阶,会根据丹药的品阶,签订拍卖的协议。 他朝着目无名恭恭敬敬地弯了弯腰,离开了。 莫无名没理会,朗着脸,搭在扶手上的手指轻轻摸缩,回眸看向青岩,眼神往苏九身上飘。 好似在问,本王到底怎么惹到这个祖宗了? 什么若亲?什么若亲? 什么? 什么若亲? 写尘无语,花招这么多,也得冥王听得懂啊。 牧名还真没听懂,青岩倒是反应过来了。 上官若亲? 那个北江城主的女儿吗? 北江城主府的女儿,跟她有何关系呢? 牧名先是不解,而后,像是想起什么一样。 九儿,你是在吃本王的醋吗? 吃醋? 苏九像是被雷劈中了,目瞪口呆,外焦里嫩。 那什么,我的丹药见你好了吗? 邪音? 话音陡辩,身体腾空而起,紧接着落入男人宽厚的怀抱里。 九儿,本王太开心了,你居然吃醋了,你也开始喜欢本王了对不对? 胡说八道,我才没有吃醋。 赤色悬食,只是经过北江城主之手,转交给本王而已。 苏九神色一致,他命春,此地无应三百两地强调道。 我又不想知道为何将他之手。 莫名低垂下眼睛,神经里掩藏着一丝笑意。 当然不是因为那个什么上官小姐了。 本王当年带兵打仗,随手救了北江城主。 后来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,就把北部那块悬石开采地交给了他打理。 他说得很随意,仿佛是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事。 既然你说我吃醋了,那我不吃醋,好像有点吃亏。 莫无名没有说话,以他对他的了解,这女人怕是要作妖。 下面咱们来谈一谈,关于你和上官小姐的渊源。 莫无名有些忍俊不禁,一只手搂着她的腰,一只手扶着唇角,挑着眉不说话。 苏九撇着嘴,作得还挺入戏的。 你倒是说呀,今天不说出个爷爷奶奶的,咱俩就没完没了。 本王生得晚,没见过黄祖父和黄祖母。 苏九抬眼,刚准备继续找茬,却浪住了。 男人半合着眼眸,衣领微微敞开,悬衣的衬托下,肌肤愈发白皙。 苏九没出血地躁动了。 冷静,你就是缠她的身子。 莫无名狐疑地看着突然盯着自己不说话的苏九。 难道是生气了? 本王真的不认识什么上官小姐,本王就喜欢你一个。 猝不及防地表白。 苏九敏春,狠心一开始剪,耳后跟带着可疑的红。 还是看拍卖会吧,齐少不是要拍卖妖兽吗? 出来了吗?